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快点回心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秒提升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秒提升 各位维心圣教 一经大学所有闲事同修 及各位十万善知识 阿弥陀佛 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禅节 法葬比修 祝世的时候 他花下大愿 要成佛 要成就一块净土 所以法葬比修 他就自己设定了 六波罗蜜 六度万恒 我们过去这段时间 都一直在讲六度万恒 忍辱 持戒 不失 这一节我们就讲到精进 法葬比修 这个精进的方式 确实让我们摸不着头脑 已经 不失那么多了 还要再精进 法葬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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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了 你布施做了很多 一直在做布施 觉得后面 就有很多精进后的 布施还是要再发生 那么你怎么办来应付这个精进后的发生呢 精进后 有喜怒哀乐的考验 你精进后 有喜 那你就保持喜的境界 怒 那你怎么样来 解除这个怒呢 这个必须要 有恒心和耐心 不断的 不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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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施后 也有悲哀的事情 在发生了 那你怎么样来 应付悲哀的不施呢 那你怎么样来应付呢 算悲 让就让他继续悲下去吗 那你怎么样去把悲哀转为欢喜啊 这就是要智慧了啦 怒 你不施后 你会很生气 有如在921的时候 过界的 把发心不施 人生物资来 灾区 但是灾区的 灾区的 民意首长 都把 人家不施的 物资 都拿去他的家 锁在 倉库里面 后来就被发现了 发现之后 引起 民怨 但是 我们修行人 你有 布施出去的 你就已经布施出去了 你只能怨 只能可怜 这位民意代表首长 他的贪恋 贪取 大众 布施的 物品 一定会受到 法律的 制裁 后来 引起 受贿 舆论 纷纷 他就引起 调查单位 到他的家 把门打开来 里面的物资 他就都带 很多的 到他家里来 法律 都制裁 但是 这个是因果报应 到最后来 还叛了 变成叛了罪 我们修行人 我们要为 这一位众生 的贪恋 为他感到惋惜 要同情他 可怜他 那样我们修行人的信念 你就会平静了 所以当时 这个贪恋意识的发生 引起 受贿 舆论 界的 大家的批评 有人问我说 师父 你对于这一件事情 你的看法怎么样 我笑一笑 我们可怜他嘛 他还是有众生向 所以才会有 这个行为 没有修行 还是众生的众生 所以我对 我们维新地址 提醒 大家不要 患恨 贪恋 若是 有人 患了贪恋 我们身为 维新地址 我们要 可怜 可怜他 同情他 同情他的贪恋 同情他 没有修行的智慧 可怜他 没有机会 遇到正法 让他能够 及时觉醒 及时觉悟 所以我们要同情 可怜他 祝福各位 各位维新闲事 及各位双三知识 精进的法门 有八万四千 法门 条条道路通 罗马 就是说 各种的法门 都要通往 佛国 佛的境界 但是哪一条路 要通往 要通往 他能够通往 佛国 就是要 精进 当一个人 你选择 一条路 要通往 佛国 比如 宗教的修行 法门 有的是禅宗 净土宗 净土宗的修行 通往佛国的方法 就是一直练佛 一直练佛 一直练佛 什么法门 你都不管它 一直练佛 不要触犯了贪春痴 而一心一意 练 拉姆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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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最后 练我 无练 就能直接通往 佛国 比如我84年 74年的一天下午 我想练佛 通往佛国 我就坐在佛前 一直练 拉姆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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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 一直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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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情 我都不管 把门关起来 一直练佛 一直练佛 拉姆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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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到最后 练而无练 然后 我的灵性 佛性 就从中间 往上 再回头看一下 我的家不见了 一直上去 台中市 那么大 也不见了 那时候会紧张 我怕 念得错了 到最后来 灵魂回不来 就会变成神经病的 人 但是那时候 我不管 我就一直练 继续练 拉姆阿弥陀佛 练到最后一关 要突破 泥丸弓 他只往上空 一直 一直 坐着 佛声 不断 到了一个天界 然后 一直在练 一直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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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练阿弥陀佛 拉姆阿弥陀佛 拉姆阿弥陀佛 在我心里 与异式里面 异世界 发现 突破33成天 然后在33天 就是一片光明的世界 光明世界 大地 都是金黄兽 非常漂亮 非常庄严 在33天 大地 都有联台 联台 也是七宝兽的联台 那我就坐到联台上 一直游 一直游 游在虚空 游到西北 西方的地方 看到有一尊佛 手 右手 是这样子指的 左手 也是 这个 姿态 对我笑 看到这一尊佛 对我笑了 他就告诉我 这就是33天的世界 你要你回去的时候 你要告知 你的地址 33天的瑞将 所以我就 有33天 回来了 一层一层的回来 回来的时候 一路上 才看到我 33 转生的境界 和投胎的境界 其中 有几个境界 特别的庄严 而且也看到 其中 一生 投胎在 某一个人的家 一生 投胎为 人生 哪一种的人生 受到 欺负 受到 那个五日 所以 我记得很清楚 回来之后 老祖说 开始了 以上 你转了 二十八 四 的时间 你都 看到了 你要 牢牢 记住 前生 的 恨 恨 这一生 你就不要再有 这些 恨怨 人与人之间 都是要 相互 的关爱 相互的 尊重 不要 去 记恨 前辈子的 好坏 这样 你 你未来生 这一生 你就会 大有改善 大有成就 所以我从此之后 也不敢有什么过去的坏习惯 不敢有过去的恨怨 所以 这一生 有什么困难 一概 让他 会过去 我们同情他 可怜他 祝福各位 这次台湾的病 英国成功 妙的生 各位 微信 闲事 及各位 失望 善知识 人来 事先 有无量 数的 灾结 才能 出生 为人 所以人来 事先上 要珍惜的 要珍惜的 所以人来 事先上 需要 提升 我们灵性的 生华 不是要来讨债 不是要来 祭恨 所以我们要感恩 你要感恩父母 养育之恩 生我们之恩 尤其 尤其 兄弟姐妹 要更珍惜 珍惜 相亲 相爱 能出生 能出生 能出生在同一个家庭 是不简单 所以能出生在一个家庭 要感恩父母之恩 没有父母之恩 你也来不了 你也来不了世间 还是在灵魂界游走 所以我们要 相互的疼爱 对父母的尊重 和感恩 特别的重要 这集是大笑 曾经一位信众大德 他来到宣佛寺 我看他的动作 有点奇怪 好像着火入魔 他就亲自来到我面前说 师父啊 请问你 我这一生来的 好像 很不如意 很不快乐 我很恨我的父母 把我生在这个家庭 让我不快乐 人家有的我都没有 人家受到好教育 我都没有 我很恨父母 我说你就是恨父母 你这一生才会不如意 没见你的生活在恨里面 你的灵性 你的心 都慈悲化落不出来啊 所以你的感恩心都没有 没有感恩心 你的多生父母 守护神 就没有办法帮你 没有办法给你智慧 给你信心和力量 所以你会百事不顺啊 这个是 你的最大的重病和毛病 他听我一说 啪啦就跪下来 对不起 疏忽 我没有什么让你对不起 那我对父母的不孝 没有感恩的心 父母都已经死了 那我现在去哪里感恩呢 我说你的信念 现在的做人处事 一定要处处感恩你的父母 生你之恩 你才有这个受孙 可以修行 不然你投胎到 其他动物的身上 只知道吃 不知反省 这个就是很可怜的动物 你看你家的动物 它们有什么好吃 只知道吃 不知感恩 处处相互的伤害 所以狗的行为 你就可以体验 猪的行为 你也可以体验 所以这位先生 很着急的 那我爸爸 那么 爸爸妈妈 现在已经走了 那我怎么去感恩他们呢 可以的 你要向爸爸妈妈 由内心的忏悔 和感恩爸爸妈妈 生你之恩 养育你之恩 教育你之恩 各种的恩 十位死不尽 然后自己要有信心 继续活下去 做个正正当当的人 不要像你现在的行 怪里怪气 这样不是大笑 这样是一个不孝父母的人 那你怎么样能够敢做好呢 你要向父母 爸爸妈妈 用心去 感恩 向爸爸妈妈说 我要去上班 我要做个正正当当堂堂 正正的人 这即是精进 所以这位先生 那师傅 那我懂了 我误了 我现在要开始精进 我在公司 一家公司工作 原来想要离职了 公司很好 我现在才悟到 这一家公司 对我都很关心 都很疼爱 给我很多 很多的 死不尽的关怀 你今天这样做 你就是精进了 你精进之后 你时时要感恩父母 在爸爸妈妈的灵位前 你要合掌 跟爸爸摳头 妈妈摳头 说我误了 我误了 我要好好工作 这样也是成佛的一条路 祝福各位 这次台湾的病 应不成功妙的胜 我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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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好了 我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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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issez 人在世间上短短几十年 有的很短只有几年 因为身体的不好 所以往生了 他的灵性又回到天上的世界 但是在世间上 没有接触到正确休选的路线 他死了 变成戊户爱哉 莫名其妙的一口气断 他的灵又回到天上界 有的没有办法回到天上界 就在灵魂界 有的受欺负 有的受折磨 因为没有办法在世间体验人生 所以人在世间上是非常宝贵的 所以人在世间上趁着还有一口气在 那你就要好好的去体验整个的人生 在世间所体验的人生 也是天上界的人 天上界的人生 人在世间有八万四千法门 可以体验可以体验 你回到天上界 也是八万四千个法门 让你回去 所以人在世间上 多做善事的人 你回到天上界 也是会在光明的天上世界 在世间在世间充满的恨怨不满的人 即使我们死了 在天上界还是会不满 曾经有一位信徒 他来到仙佛寺 问我说 师父啊 奇怪 我什么事情都看不惯 我都恨怨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不恨不怨 我就很难过 所以我对亲朋好友 我都很容易以恨 以怨 为先 所以我的工作 也都不顺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会恨怨 激在我的内心 我就跟他说 你的恨怨 就在你的灵魂世界 你的亲友 也都是恨怨 所以你的世间的恨怨 和灵魂界 和灵魂界空界的亲友恨怨 都有关系啊 周岳先生跟我说 叔父 我的晚上一做梦 一群人都恨怨 没有在做梦中 看到有快乐的亲朋好友 大家都死板板 硬邦邦 脸色都很难看 看到我 就是张牙烈石 过来了 要伤害我 所以我很恨他们 恨他们 我说 这就是你 过去生 所带来的 所以现在给你做梦了 就是过去生 你这样 要怎么办呢 那叔父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办 我今天才来 请示王蟬老祖 给我一条路 我说很简单啦 你帮他们归一 叫他们 去归佛 归佛 归佛 归生 那就好了 就练 拉姆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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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梦 晚上所有梦见的 你都练 拉姆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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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佛生 化为联台 给他们做 给你的亲友 恨你怨你的人 给他们做 这样 那就可以慢慢地化解 而且那个一个方法 你念 拉姆阿弥陀佛 拉姆阿弥陀佛 这个佛号 声音 进入他们的脑海 脑意识 到心里面 拉姆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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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姆就是归一 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生 你这样练 啊 渐渐的他们就会 离你而去 向你感恩 拉 他很高兴 就回去了 回去了 果然 晚上一睡觉 那些张牙烈尺 的亲友也不认识 拉姆阿弥陀佛 他们又来找他 他就开始练阿弥陀佛 一直练阿弥陀佛 练到他的家人 起来说奇怪 某某人现在一直在练佛 在一直练佛 是什么原因 把门打开来 电灯一切亮来 醒过来 他呢 这些信徒 他说 好恐怖哦 那些要来找我的 我的念佛 佛号的声音 来回向给他们 他们呢 一个 一个 坐着连台 就走了 所以 所以 念佛 佛号 能够 度化 那梦中的人 所以各位维心 贤士同修 你们在做梦 好梦 恶梦 什么样的梦境 你就一直练 拉摩阿弥陀佛 拉摩阿弥陀佛 来回向给他们 这样 你就度了他们 也帮助了他们 这极是精进的法文啊 祝福各位 这极是台湾一边 英国成功 妙一生 各位维心 贤士同修 及各位 双三知识 王谦老祖 开示我们 维心 弟子 我们要精进 你学 《易经》 是很好的法文 能知音 以知果 你一定要 把《易经》 练好 然后要做 每一件事情 人能够判断的 你去判断 不能判断 由于 难解的 你就 用《易经》 用《易》 来占卜 你就可以看出 挂的吉凶霍虎 所以 我们学习《易经》 就是 精进的法文 我们要 走一趟 幸福 快乐的人生 确实不简单 处处都有陷阱 处处都有障碍 所以 我们 今天 很 福气 学到 《易经》 王谦老祖把《易经》 传给我们 传给我 我再传给各位 大家依照《易经》 所占卜出来的 来决定 你的进退 这样 也是 精进 也是 正经进 我们要是 学习某一个 教文 你可以用《易经》 来占卜 抚卦 出来 应谣 和 适谣 的声课 就 了了 分明了 知道吗 这样 好坏 清清楚楚 否则的话 你走错路 要再回头 已是百年生 这个是非常 可怜的人生 所以 我们 学到 《易经》 就 知尽退 而学 风水 是清静的 家园 而学宗教 让我们的 灵性 提升 随我们 随我们 一经 赐子之 疑胸 学风水 清静 学宗教 学宗教 就是 這三點 第一個已經知己凶 好壞 你自己了了分別 學風水建設人間淨土一個家園 學宗教了心靈的升華 所以這三件 精進華門 精進華門 所以我們今天 人在做華門裡面 要知恩感恩和報恩 所以我們在這個 維新聖教的華門 世上聖的華門 世成佛的華門 成道的華門 所以各位維新賢士同修 要珍惜這個華門 珍惜這一塊淨土 給我們在淨土上 來知一切法 的吉凶或福 你自己才能避免凶 那只有一經一條路 可以選擇 所以希望各位維新賢士同修 雖然 雖然我講這個 感覺 很乏味 但是 這是切實 實際的華門 你沒有進來做法門 你會感覺 舒服在講 天荒夜談 當你進到做法門 你又感覺 你又感覺這種法門 很深奧 所以 無論深奧 或是天荒夜談 你要實際 去走上這種法門 去研究 那樣你的人生 你的生活 一定會幸福 到達幸福的境界 幸福 等於成佛 成就佛國位 今天為各位來禪結 成佛之道的精進 在精進的法門 有八萬四千個法門 每個法門 都通羅馬 都自己的靈性 最高境界 最高境界 所以今天 我們就 和各位 來談 精進的方法 祝福各位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